你们未来会想要当外交人员吗 或者是从事外交事务的人员吗 对于外交人员这个工作 我非常的有兴趣 因为就像是我在刚开始升上国中的时候 我就有在一些新闻的报道上面 看到一些关于外交官 外交人员的一些工作的内容 我对于这方面非常的感到浓厚的兴趣 欢迎你继续收听高雄广播电台 FM94.3 AM1089 秋时青春青春就要秋 今天呢人心邀请到了两位同学 要来谈谈什么主题呢 主要呢因为最近啊 很多国际事件都在新闻上面发生嘛 看到无论是说乌尔的战争 或者是说我们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跟美国的关系等等的 其实国际事件在新闻中口上看到 但是听众朋友们你们了解吗 或许我们都是靠新闻来去了解很多 关于国际上面的事情 但是我们没有去深入的去了解说 这个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 除了台面上的这些很 比较新闻常见的国家之外 其他的国家又有什么样的议题 又有什么样的问题 需要我们去了解跟探讨的呢 其实这个部分呢我们平常就比较少设略 但是伦欣今天邀请到的这两位同学 可以说是对国际事务还蛮了解的 至少比伦欣了解非常的多 你尽气轻的因为这个社团了解了非常多国际事务 我们来欢迎凤山高中模拟联合国社的两位同学 我们欢迎廷凯 哈喽大家好 我是凤山高中模拟联合国社的社长 我叫陈廷凯 是另外一位是明睿 大家好 我是凤山高中模拟联合国社的教学郭明睿 是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了 廷凯跟明睿来到我们节目中分享 他们在模拟联合国社 到底在做些什么东西 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跟伦欣一样 第一次听到这个社团名称 有点搞不清楚他到底在做什么 可以请敏锐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模拟联合国社平常社课时间都在做什么呢 就是模拟联合国的话 他就是从他名字也可以去知道说 他就是要模拟联合国 他们在举办一些会议的时候 讨论一些特定的议题 他们所经历的一些程序 然后以及就是讨论的过程 在这些会议中 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几套会议议事规则 我们在社课中也会去找一些 他们在外面会议中会比较需要的一些技巧 然后再专调这些技巧去让他们练习 所以其实不仅是内涵 连那个台风也都要来训练都要很稳 对因为就是他们去外面会议的话 一定就是很紧张 因为他们会需要去做 同时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所以就是让他们到时候有一定的 比较有自信 他们到时候才比较不会去失常 会不会像是真的联合国一样 会在那种大型的会议一场像开会呢 参加模拟联合国社的话 我们有不定时的会有举办一些活动 那这些活动可能有自己学校是主办方 那可能其他学校可能也会当主办方 那这个活动在做什么呢 这个活动的话 我们会在里面担任各个国家的代表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扮演这个国家的角色 扮演这个国家的角色 我们必须站在这个国家的立场 站在这个国家的角度去思考 去争取自身国家的利益 在整个议程里面呢 我们必须扮演这个国家的代表 可能会去撰写一些 针对这些国际议题 对于自身国家的利益 我们可能会有哪些有好处的条款 那这些条款 我们必须要各个国家一起去讨论 深入的讨论 那深入讨论之后 我们会产生出一份 叫做Draft Resolution 就是决议文草案 这份草案就是说 在里面包含的内容 我假设说 我对于这个国际议题 各个国家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好处 有什么样的影响 有什么样的利益 那这些都是大家需要去讨论的 然后在辩论的过程中 因为针对一个国际议题 一定会有正反两派 那有可能会有 我这个议题 这个利益 对某些国家有利益 对某些国家其实不是那么的友善 那各个国家都必须要针对这些东西 去下去去争论 去辩论 辩论的过程中 我们会利用社科中所学习到的一些 Speaking skill 讲话的演讲的技巧 怎么有办法去说服人家 怎么有办法去让台下的代表们 听懂我们在讨论什么 有办法再争取什么 对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还会与外校有非常多的联系 与非常多的交流 因为这个会议 基本上会与各个学校去讨论 那这各个学校 每个学生都会扮演各自的国家 当各自国家的代表 我们与外校的连结是非常的重的 那廷凯你有扮演过什么国家 是你觉得让你惊艳的国家吗 如果说有惊艳的国家的话 基本上我们会有所谓的P5 就是Permanent 5 那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常任理事国 那当然我想当然在模拟联合国中 不论是模拟联合国或者是现实的联合国 那这些常任理事国都是非常具有权力的 因为他们可以有所谓的否决权 那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必须要search 我们必须要去搜寻各个方面的资讯 那才有办法去讨论 那你有担任过哪些国家 像是我出去打的会议 可能我有担任过乌拉圭 或者是日本之类的 你担任这些国家之后 有什么特别的感想吗 乌拉圭或日本 就是针对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本身对乌拉圭这个国家 其实一刚开始不是那么的熟悉 所以在我们进入会议之前 我们必须要做多方的涉略的探讨 那些我们需要去上网做搜寻一些资料 因为本身对乌拉圭这个国家 不是非常的熟悉 所以我们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 去准备去搜寻这些资料 然后才有办法在模拟联合国 这个议程中有很好的发挥 敏锐呢你有担任过什么国家 是你觉得很印象深刻的吗 就是我的会议经验跟其他人相比之下 应该是比较少 因为我是下学期在加入模拟联合国社的 但是我有参加过一场会议 然后有几场是也没有报名 但是后来被取消了 因为疫情吗 对因为疫情 太可惜了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有一场被取消的会议 它是精英模联 它是由熊中熊女他们一起去举办的 而在那场会议中 我是扮演印度尼西亚这个角色 议题就是有关于北极海 就是让我印象深刻的点 就是我第一次看到国家分配名单的时候 我就想说印度尼西亚不是在 就是热带嘛 然后却要讨论北极海的议题 然后所以我就是需要去 在这方面要想一下 我在这会议中需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而我最后就是决定说 虽然我可能 国家本身跟这个议题 没有到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但是我就是扮演一个 就是去看各方的立场 然后去决定说 哪一个文件会对国际社会上 是有办法最和平的去讨论这个议题 然后去让各方都能得到 他们该有的利益 就是让国际间都有一个共识 因为这也是 联合国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价值 经由敏锐这么说 我又想起一件事情 像国家之间也都会有邦交 或者是有些国家会比较偏向 跟哪些国家交好 那是不是即使这个议题 就像明里刚刚说的 北极海就印度尼西亚来讲 可能可以涉略的部分是比较少的 那是不是就变成说 你要转向去了解说 印度尼西亚对于其他国家来讲 我跟有些涉及到这个议题的国家 是哪个比较交好的 我反而要去帮他说话这样 对就是这个也是 research的时候要去考量到的一个地方 也可以从就是他过去 跟其他国家互动的一个历史 去决定说到时候可能要先 第一个要先去找哪些国家 跟他们合作 这也是一个可以考量的点 你们刚刚两位分享的模拟联合国社 伦欣听起来都觉得好硬哦 这个社团怎么那么硬 好像不是那种可以轻松参加的社团 不过可以在这个社团学到非常多东西 这是铁定的过程当中 感觉要花很多的时间 尽力去搜集相关的资料 然后去演练自己的台风 自己讲话的技巧 为什么 听看你会想要参加模拟联合国社 我会参加模拟联合国社呢 是因为在我高一还没有入学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先搜寻一下 凤山高中 那会有哪些的社团 好巧不巧就被我看到了模拟联合国社 清单的旁边都会有一些 社团的资讯的介绍 我在里面就看到了一些 有关于我非常有兴趣的 就是我们可能可以用英文去 与他人沟通 或者是讨论一些国际上的议题 那这两个都是我个人非常有兴趣的 针对于用英文去跟别人沟通这点 因为在平常的时候 我们几乎很少有这个机会 去有办法用英文去与他人对谈 对啊 在我高一的时候 我非常期待说 能有这个机会 能有这个舞台 有办法去发挥 是 那我想问一下说 你在参加模拟联合国社之前 你就对国际食物有兴趣 还是你是参加之后 才对国际食物有兴趣的 在家里 我的爸妈就会给我们看一些 国际上的新闻 像是电视上的CNN 或者是一些报纸 或是新闻的电台 什么BBC 所以你才进了 进到凤山高中之后 再选社团 了解到 模拟联合国社 在做什么之后 你就毅然决然 你就自己加入这个社团 是的 是 那刚刚明瑞有提到说 你相比别人来说 你参加会议的 机会比较少 是因为你中途转路的 那你原本是什么社团 我原本是 凤山高中的 网球社的社员 原本是网球社的 那你为什么 突然半路出家 跑到那个 模拟联合国社 就是学期开始的时候 他们其实就已经有 各个社团都会进来宣班 那时候我其实就已经有把 模拟联合国社 当作其中一个 选择之一 但是最后我还是选择网球社 因为想说就是 社团时间就是可以多去 参加一些运动性质的社团 感觉也不错 但是就是说 在第一个学期的时候 就是网球社 就是后来 可能不是我想要的那个社团 然后我的同学们 我们班有很多人 都在模拟联合国社 大概有十个人 都是模拟联合国社的社员 然后因为我在 我们班里面 是英文程度算比较好的 所以他们常也都会拿 一些他们的演讲稿 或者是一些他们的文件 给我看 然后我就会帮他们找下一个 哪里可以改的一些地方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就是觉得说 这看起来其实也是蛮有趣的 虽然可能会 是比较硬一点的社团 但是我自己觉得说 这可能也是具备有挑战性 那我也想要去试试看 所以后来 你就选择了 模拟联合国社加入 明露有提到说 加入这个社团是需要使用到英文的吗 英文的成分 占比会很重吗 我个人觉得占比蛮重的 因为在会议中 大多数的会议都是采用英文去进行 因为毕竟在联合国中 他们也都是用英文去开会的 虽然外面会有中文的会议 但是他也是占比较少数 那如果我英文不好 可是我对国际事务很有兴趣 我对社团很有兴趣 我怎么办 我英文不好 我就不太敢讲话了 那针对于这个部分呢 基本上我们会鼓励 想要参加这个模拟联合国社的社员 去努力去试试看 有办法用英文去表达 那一开始 我相信大家都会非常的不熟悉 会非常的怯场 会非常的害怕 在经过设施跟社团干部的训练 与指导之下 我们是有办法有很大的进步 因为我们在社课中 像是明瑞刚刚所提到的 我们都会请我们的社员上台 去发表一些演说 那这些东西 基本上都是用英文去讲解 去speech 在经过这些训练当中 我相信 就算是一开始非常害怕 用英文去表达的同学 或者是学员们 他们相信在之后 有可能去参加一些会议 他们有办法 对很有自信地去表达 他们所想要表达的议题 我想问一下你们说 你们未来会想要当外交人员吗 或者是从事外交事务的人员吗 对于外交人员这个工作 我非常的有兴趣 因为就像是我在刚开始 升上国中的时候 我就有在一些新闻的报导上面 看到一些关于外交官 外交人员的一些工作的内容 我对于这方面非常的感到浓厚的兴趣 敏锐呢 我本人是比较想要 就是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 但是我也知道说 有很多模拟联合国社出来的社员 他们未来都有去从事外交这方面的工作 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那个起始点 就是我觉得模拟联合国 他的好处就是说 他不仅是 就离开社团之后 你不仅可以从事外交 你可以训练你的一些领导技巧 一些 然后一些与其他人合作的 以及讨论事务的一些能力 对 然后一些批判性思考这方面 都是可以训练到的 所以在各个职业生涯规划上 都可以具有一些帮助 对 然后至于我对外交这方面的了解的话 我个人是比较 虽然有考虑过外交的工作 但就是说 它并不是一个 我主要要想要走的一个方向 是 对 但是我们前阵子有和 道明中学 屏东女中 高斯大夫中 还有 常荣中学 一起去举办一个 跨校模拟的联合社课 在这个课程中 我们也有邀请到 就是美国在台协会的一个外交官 然后他有来进行演讲 他有来介绍一下 他工作大致上的内容 以及他的一些经历 而他也有去讲一下 就是外交的各种不同类型 像他有讲到 有类似 consulate officer 或是political officer 这种很多不同类型的外交官 而虽然他可能也没有讲得 非常的深入 因为他就是让我们有个 初步上的理解 但就是他让我发现 就是说外交这一方面 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而且就是有点环环相扣的那种感觉 就是各部门都有各部门要处理的事情 听看你未来说你想要有机会的话 想要从事外交的事物的工作 那你有为此做了什么准备吗 除了你在莫连设之外 像我刚刚所提到的 我必须在课语时间去增强自己的英文能力 然后在一些闲暇的时间 我可能可以去探讨一些新闻上或者是一些报纸上 网络上所一些大家所探讨的共同的话题 那这些东西都是我觉得身为一个外交人员非常需要具备的 好那接下来想问一下说 像亭凯说你当初会进入模拟联合国社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 在此之前你父母都提供你一些对于国际事务的资讯 那你的家人知道你加入这个社团吗 你有跟他们分享 是的 在我加入这个社团之前 他们有极力的推荐我去参加这个社团 是他们推坑你的 也不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同样我对这个社团也是 在我了解这个社团的运作或者是社课的内容之后 我发现我对这个社团也是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我也想说那我加入我可以试试看说去 去探讨去讨论去增强我的英文口说技巧 那你有跟他们分享说 你在社团的一些活动表现等等 这部分是有的 因为这样是我们每一次的社课结束之后 我回去都会跟他们分享说 我们今天的社课我们讨论到了哪些面向的问题 当然不仅仅只是有这么硬的议题 通常在社课途中我们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有趣的一些活动 像是我们可能会有所谓的匿名箱 我们叫做gossipbox 那这个匿名箱是做什么的呢 我们就是可以在里面去投入一些我们想要写的资讯 像是我可以要求说台上的两位教学或者是设施去做一些有趣的动作或者是事情 像是我们很常邀请敏锐上去在大家面前跳舞 或者是邀请其他干部在大家面前唱歌 那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有趣的 然后还有一部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磨联的精髓 就是在我们晚宴 我们通常出去参加活动之后会有一个晚宴 那这个晚宴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社交舞的部分 那社交舞是什么 就是可能大家会有所遐想 就是说我可以跟异性单独在跳舞 我相信有一部分人可能是冲着这个社交舞 是是有点联谊的感觉 所以我都会跟自己的爸妈去分享这个有趣的事情 那敏锐呢 你父母知道你参加某一个合国社吗 他们知道 但是就是其实是我转车之后才有去跟他们讲 但是他们也是非常支持我这个选择 那他们也认为说 我加入这个社团能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就觉得说 你知道这个社团其实 不论说就深学来讲 就现实就是就深学来说 或是对你本身国际观的培养 因为能力的训练等等 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青春是什么呢 对我来说 青春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在我们青少年这个阶段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去尝试多方的活动 像是玩社团 或者是说去参加各项手工艺活动 或者是看花展 看展览 这些或者是一些培养一些兴趣 我相信这些都是在我们青春这个阶段 可以去多方去尝试去挑战的 所以在青春这个阶段 还在我们有办法容错的这个阶段 我们可以去多方去挑战 我觉得青春就是一个 你可以去探索的一个年纪 我们现在就是有点在青春的这个年纪 所以我们这时候会有很多机会 可以去往各方面去研究以及探索 去参加各项社团活动 各项比赛 然后各项外面跨校活动之类的 然后从中我们可以去更了解自己 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我们也会对未来有很多期望 那可以去想说 那这个东西我很擅长 但这是不是我未来会想要去发展的一个方向 在这个时期 也会有很多人像师长或是家长 或是朋友这些会一起去引导你 虽然可能会经历挫折 但是从中你可以成长 然后去学习 那我觉得这也是青春一个非常美好 而且也值得被珍惜的一个部分 就我而言 必须要充分了解日本的事物和日文 如果无法充分理解自己国家的话 就没有办法胜任外交工作 只有了解自己的国家 以自己的国家为荣 才能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 和其他国家地区建立良好的关系 欢迎你继续收听高雄广播电台 FM94.3AM1089 秋是青春 青春就要秋 节目上半段我们邀请到了 凤山高中的两位同学 来为我们节目分享 他们在国际联合国社 里面做的一些社团活动啊 他们还有跨校去交流 去辩论一些关于国际上面的议题 那当然呢他们也是分享了 他们对于国际事务 对于外国事务的兴趣 在追求这个兴趣的过程当中 他们是如何去培养的 而今天呢 伦欣下半段节目中啊 邀请到了一位 哇大人物 真的是一位大人物哦 很荣幸邀请到了 公益财团法人 日本台湾交流会的所长 Oku-san 我们请Oku-san 自我介绍一下 听众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高雄事务所 刚刚到任的新的所长 奥正式多多关照 是Oku-san 你是刚到任的所长 是不是 是的 那你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我是今年4月9号到高雄的 哇4月9号 那距离现在也才几个月的时间而已 还不到两个月哦 是哇 真的是非常短的时间 那你在台湾还适应吗 我在中国大陆的生活和工作时间比较长 所以来到台湾比较没有不习惯的地方 但是呢街道上太多机车 这个我有点有点感慨 害怕 那你在台湾你交通工具都是什么 我上下班的时候 每次都上公车 哦公车 对坐公车 哇那如果你自己没有骑机车的话 看到台湾的机车 应该会觉得很可怕 好怕 太多太多车子了 那像你在中国你说你待了一段时间 你在中国待了多久啊 一共二十二年或者二十三年吧 哇好久 包括香港 二十二到十三年 是 这么久哦 北京六年 东北地区沈阳八年 还有香港六年 然后最后是上海两年 哇那难怪你的中文可以说得这么大 我的中文有北方口音 所以听众朋友们觉得有点不好听吧 不会啊 我觉得很清楚 真的是自证腔圆 我觉得比我讲话还要标准 怎么办 谢谢 想要请教一下Oku-san 你的家乡在日本哪里 我是日本 来自日本的北方青森县 青森县 青森县 阿欧莫尼克 九学生肯定知道这个地名吧 我觉得如果是台湾人 没有人不知道青森县 大家一定都听过青森苹果 同学们您去超市 一定都有看过青森苹果汁吧 对 青森苹果 今天我拿来了一个数字 2021年产的苹果 日本的总出口量是 大概超过三万吨 三万吨 那么当中出口台湾的 苹果就占了当中的百分之七十 是 其中的百分之九十都是来自青森县的 青森厂的苹果 所以呢 那个可以说是台湾的朋友 是全世界吃最多青森苹果的地方 我好开心 好高兴 是台湾人是青森苹果的爱好者 我蛮好奇的 如果有一些同学们可能地理位置比较没那么清楚 Oku-san你可以介绍一下青森县它在日本的哪一个方位吗 好的 青森县在日本本州的最北端的 最北端 就是那个格子大海面向北海道的这个位置 那么青森县三面黄海 西边是日本海 东边是太平洋 然后北边是津津海峡 是 那么中央部分有山脉 那么冬天从西边吹过来的那个西南水气 碰到这个中央的山脉 所以青森县的西部降雪量挺多 为了不让积雪压垮房屋 需要清除屋顶上的积雪 哇这个很重要 冬天下雪下得特别大吧 对 所以我们冬天每个星期天 上屋顶上 那个平民地清除这个积雪 这个是每个礼拜要做的事情 要不然的话倒塌房间房子 那就更惨了 是的 然后那个每天早上 也需要产出吃库前的积雪 要不然的话 那个无法开始去上班 所以每年十月到那个第二年的三月份呢 这个雪季生活真的非常辛苦 如果你没有清楚的话 要么房子垮掉 要么根本出不去 这不是开玩笑 真的发生这样的那个严重的那个情况 哇 冬天在清森生活的人 好像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呢 因为这个积雪量这么大 所以呢 清森县内有很多滑雪场 是 然后温泉上地 可以尽情享受冬季运动 也可以一边跳往雪景 一边泡温泉 哦 清森县还有温泉 有很多 哇 太棒了吧 就是你可能滑完雪 累了就去泡温泉 就是就是就是 一个套装行程 就是 就不用特别去安排 就这样子 对 然后你泡温泉的时候 一边 看这个雪景 一边 喝 当地长的日本清酒 哇 太享受了吧 然后一边泡温泉的话呢 好好 很惬意 很舒服 对对对 像如果同学还不能够喝酒 他们就可以喝 对对对 可以喝苹果汁 对对对对 欧古桑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你刚刚讲到啊 清森除了苹果之外 这个很有名 你说也可以滑雪 也有很多的温泉 那清森还有其他的特色 可以介绍给同学们 刚才说到这样 因为清森县上面环海 中央也有山脉 农产品和海场 非常的丰富 哇 特别是日本海 太平洋 清清海虾 都能捕获各种不同的鱼类 是 能够品尝各式各样的海鲜 听说台湾平东县的黑鱼 是非常有名的 对东港黑鱼鱼 对对对 但是呢 在清森县最北边的大坚定 欧马马鸡 欧马鸡 Yes 欧马鸡所捕获的 清清海虾的黑鱼鱼 也是日本全国有名的 或者可以说是世界都有名的 是 今年已经是连续12年 在东京竹地市场 和那个芳州市场的首次 每年首次进牌中 以最高价成交 哇 最高价代表说品质是最好的 最好的 所以那边的黑鱼鱼 品质最好的就是来自 清森的有间亭 对 所以除了苹果之外 还可以滑雪 还可以泡温泉 还可以吃很新鲜的海鲜 是的 那刚 欧顾桑提到说 清森啊 它是三面环海 又有高山 其实这个地理 这个环境 你觉得跟台湾会有点像吗 因为台湾也是 中间是高山 然后周围都是海洋 是的 只是说可能 很相似 纬度不同 温度的那个差别 是比较不一样 这样子 那不过 欧顾桑 像你在台湾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是你需要花很多心力 去适应的 中国大陆使用的中文 和那个台湾 使用的中文 词汇表达 还是有些不同 这方面 我有一点困惑 这方面 我只能靠厂长 和台湾人对话 交流 或者那个观看 观看台湾的电视节目 等 一个增加接触 台湾中文的机会 应该渐渐就会习惯了吧 是 我已经发现了 几个大陆不用的词汇 但是在日本 还有在使用 对的还是用那个词汇 我也发现了几个 比如说化妆室 洗手间的意思 是 还有那个学生服 可是又顾桑 你说的这几个名词 在台湾很常见 我们常常说 你要去化妆室洗手 你要去化妆室 我在餐厅里 餐厅里上 发现到这个化妆室 这个牌子 我 化妆室 什么意思 是给女生去化妆的 就是厕所 你来台湾的第一站就是在高雄 对 那你在高雄 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惊讶 或是惊叹的一些风景 或是一些事情 高雄是那个海港城市 所以这个刚才就是想说 这个我的台湾的第一站是高雄 那么高雄是那个港湾城市 这个是那个 是我觉得非常高兴 因为是离海很近 还有边境非常美丽 那么我那周末 星期六星期天都去曼袍 常常从清贵的旅渊中心站开始 沿着港边开始跑 从关融码头过爱河 到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然后博尔大一仓库 接着从高雄港大港桥 到大港仓库哈马仙 哈马仙 对哈马仙再从达高英国领事馆 前到中山大学 最后抵达西子湾沙滩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慢跑路线 哇跑好远 非常非常爽快 好厉害 风景是非常的美丽 你就是沿着海岸这样跑 对对非常好 而那个博尔伊士图区啊 大港仓库 都是那个活化在利用旧游的那个仓库群 既复古又时尚的一文图区 我觉得非常的棒 我觉得欧库桑 你很厉害的一点是你可以跑那么远 不远就单程八公里左右吧 像台湾人啊 就是可能你要去家对面的那个7-11 或是家对面的超商都一定要骑车过去 像前面可能你刚刚讲的旅运中心啊 或是海洋流行音乐中心 那边都是比较新颖的建筑 可是当你到哈马兴 我觉得你应该也可以发现到很多日本风格的建筑的饮食 因为像我去沿城那边 我就很喜欢去一些百年老屋 然后百年老屋都是 沿城那边也有很多这样的建筑物 对日式的建筑 我也参观过 对 奥古桑 你在日本饮食跟台湾的饮食的口味 我觉得应该会有些差别吧 因为像很多人都分享说 回去日本吃拉面 假设说吃拉面 都觉得不习惯 好咸好咸 那你在吃东西这个部分 你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吗 因为我出生在日本的北国 我是日本的东北人 所以你吃的东西口味比较重 所以已经习惯了很咸的东西 那么相较之说 台湾高雄的食物味道比较清淡清爽 我有这样的感觉 高雄的很多食物调味较甜 对 比如说那个酱油啊 汤这些之类 我觉得比较甜 前几天我去嘉义 吃了知名的那个沙锅鱼桃 哦沙锅鱼桃 对那个 虽然很好吃 但是那个汤的甜味有点强烈啊 南部的县市在调味上面 确实都是偏甜的 我在台湾才有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我还没有吃过很多料理 但是呢 我喜欢了有一个菜 是那个树子炒水莲 树子炒水莲 一个是树子 还有一个是水莲 这个青菜 都是第一次在台湾吃到的 哇你很美好 以前在日本也没吃过 因为那个日本树子也没有 水莲也没有 还有大陆那边也不吃这个东西 但是那个口感味道 是我非常喜欢了 欧顾桃你真的很内行 因为这个超好吃 而且水莲在我们高手的美农 是产量最多的一个蔬菜 所以如果你有机会 你也可以去美农那边 看看那个水莲的甜 不过像欧顾桑 你高中或大学的时候 你就是念这个国际事务相关的 科系领域的吗 我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 是 进入大学后开始学习中文了 那么因为中文课的课程 非常枯燥乏味 我不喜欢学中文 所以当时在大一大二的时候 先取入必须的学分之后 我决定就不再学中文了 所以上了大三以后 为了你能取读学位 一定要参加研究班 那我选择的研究班 是日文翻译学的研究班 但是快毕业的时候 要找工作吧 那么要找工作的时候 仔细想一想 自己毕业 也学过中文 所以还是希望能从事 使用中文的工作 你想学以致用 经过多方 寻找最后找到了 外交和国际交流方面的工作 哇 这个领域的工作门槛 就我想象门槛是高的 就是要进入不容易 你当初是怎么找到 这个跟国际事务相关的工作 在学生时代 并没有想到自己有一点会从事国际交流有关系的工作 但是那个大三大四的时候 偶尔我在书店走到公务员考试书柜 书记 对 那我看看这个日本政府中央机关当中 有什么类型机关的考试 对 那我发现到这个 有一个机关 是专门从事这个外交国际关系的这个部门 如果我进入中央机关的话 已经学过了中文 可以活用 所以我最后决定进入这个工作 那像你在促进我们台湾跟日本之间的交流过程当中 你有遇过什么很印象深刻 或者是觉得很难忘的事情 日本和台湾之间的交流的最大的特点 我认为是台湾人对于日本有亲切感 是 亲近感非常友好 是 对此我想表示 有种的感谢 向台湾人表示这个感谢 也很珍惜台湾朋友们这份感情的同时 更努力突动日台之间的交流 刚才朱学生也提到 台湾各地仍然保留很多日子时代的建筑物 那么精心保存并沿用至现在 令人影响很深刻 这就是日台交流的象征 并不会因为是日子时代的建筑已经年久失修而拆除 而是真正了解这些建筑的历史意义 保存至今 这些积累下来的情感正是所谓的日台交流关系 举例子来说 我们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去年是成立50周年 哇好久的时间了 比我们电台还好久 我们电台去年才40周年 哇差不多了 那么我们了解日本和台湾的历史 经过不断的交流 累积了50年 形成现在比以往更为友好的日台关系吧 所以希望我们可以继续携手迈向 下一个50年 下一个100年持续交流 我有这样认为 一定可以 Oku-san你觉得说 如果要从事外交工作 像你一样就是当外交的人员 或是从事国际事务的工作 你觉得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吗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 作为外交官的能力特质 说实话我呢 我这个人不喜欢人群 可以说是一个宅男 宅男 我不是很喜欢 也不擅长一直和人见面 交谈或者跟人 跟其他的人一起争论 这些情况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在阿里山的深山中 喝着台湾咖啡 过着隐居玄国的生活 所以跟我的特质不一样的 相反的人应该就适合做外交官吧 不说你们也知道 会说外国语是非常重要的 对 这是基本的能力 是的 在从事外交工作时 会当地的日常绘画是一大优势 所以我也想学台语 你也想学台语 想学 但是我好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就像奥库桑你说的 语文能力是基本的 然后个性的话 我觉得倒也不是说 一定要这么活泼 这么外向 因为你像奥库桑 即使你说你自己是灾难 你不喜欢人群 可是我觉得你能够在中国大陆 待那么久的时间 又来台湾这边 我觉得相信你还是有你的特长 有你厉害的地方 不然的话你早就换工作了 我常常在思考 身为外交人员 有一件事非常重要的 就是充分了解自己国家的事情 就我而言 必须要充分了解日本的事物和日文 如果无法充分理解自己国家的话 就没有办法胜任外交工作 只有了解自己的国家 以自己的国家为荣 才能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 和其他国家地区建立良好的关系 我觉得这很重要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身为一个国际交流的人才 你势必对自己本身的国家 是要很清楚 然后任何可能你在去跟人家接触 或是交流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是以自己国家的利益 事务是为中心再去发展的 相信很多同学对日本文化 是很感兴趣的 那假设说他们有机会 可以跟日本同龄龄的学生 或者是说跟日本的人民 有个交流的机会的话 他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 比如说高中快放暑假吧 那有很多朋友们 现在已经一起也已经 解封了 太棒了 都可以去日本旅游 或者已经有一些朋友 有计划去日本旅游 然后库桑你说你是建议同学们 可以多多去日本旅游吗 朋友们 有机会去日本旅游的话 希望听众朋友们 在日本旅游期间当中 寻找跟日本的高中生交流的机会 是是我觉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是是是不是你是自由旅游吧 不是那个什么 跟团 不是跟团去或者什么 这边的那个政府机关 正是排过去的 不是这样的情况的话 怎么能跟那个当地的高中生交流 这个是我觉得这是那个问题 但是比如说高中朋友们 放暑假的时候 日本的高中生也是放暑假的 那么他们那个放暑假的 这个期间在旅游景点 城市里的那个食堂 这个便利店都要打工的 那么您去日本旅游 去旅游景点 或者进便利店 进那个食堂吃饭的时候 如果发现年轻人 像这个高中生那样的年轻人 店里工作打工的话 您可以随便说一声打个招呼 您是日本的高中生吗 我也是十几岁十六岁 谈话可以吗 这样的 对聊天可以吗 对对 随便寂寞的那个打招呼 然后这样的经验 开始这个真正的交流 哇我觉得Okuさん 我觉得你给我一个很棒的方法 我相信很多同学们 也觉得这个方法一定很受用 就是如果你去日本旅游 你看到店员跟你的年纪 好像相仿 就可能也是十几岁的少年或少女 那如果他们没有那么忙碌 就可以跟他们打声招呼 然后聊天一下 交个朋友认识一下 说不定就是开启了 台湾跟日本的交流了 然后就交换LINE的ID 是 那就回来了以后也可以 继续聊天 对呀 继续交流 是是是 Okuさん提供这个方法 我没有想过耶 这个方法很好耶 哇那我之后 有机会我要去日本交流一下 学习一下 不要怕害羞 是今天非常感谢邀请到了 公益财团法人 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 奥政史所长 欧库桑来到我们节目中分享 他对于外交事务的一些 亲身经历 然后他从以前 大学时期如何去培养 他的专业然后一步一步一步 如何成为一个国际交流 的人才而且我觉得很棒的是 欧库桑也有分享 在他的家乡亲身县的 一些人文特色 文化一些产物等等 真的让人心想说 下一次有机会去日本的话 一定要去苹果的家乡 新生县去走一走 而且还要吃黑鲑鱼 还要滑雪 还要泡温泉 都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今天非常感谢欧库桑 谢谢听众朋友们 我们日常欢迎你们到 青山来旅游 然后希望你们跟日本的 高中生进行交流 我非常期待 通过你们的交流 加深日本和台湾之间的交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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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的模样 这是今天最棒的问题 Good question 日本有一首歌的歌词提到 男人在恋爱时 总是永远年轻青春的 我非常认同这句歌词 我一直在实行 所以我还很清楚 不玩开玩笑 我认真回答这个问题吧 我在郭高中六年期间 都一直很认真参加 天津运动的社团活动 现在回想起来 这六年大概好像都只 专心在天津运动 朝着目标 以我反顾的专心致力 与同一个事件 这不是是青春吗 也许像我是日中天津运动 可以是谈恋爱 听音乐 当人之功 每个人想做的事情不同 但在认真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可能经历受伤挫折 不如预期而沮丧 但经历过这些后 人才能有成长 这就是青春 青春Q&A 我想要问的问题是说 对于外交人员这个工作 我相信是非常辛苦的 我想要询问的一个问题是说 身为一个外交人员 我们的工作跟家庭 是要怎么样同时的去兼顾 有很多人到国外工作时 都会带着家人一起前往 一般来说 在国外工作的人 比在日本东京工作 更有充裕的时间 所以在国外工作的人 反而能经常安排 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当然还是得依照 这个工作的地方不懂而已 但是如果家人 可以跟着来台湾的话 他们应该会很开心吧 这里有一个问题 我会想请问 就是我们在联合社会中 我们有邀请美国在台协会的 Dr. Julius Tsai 来进行一个演讲 那他也有说到说 他去过很多不同国家 然后最近几年他有去 Georgia 就是乔治亚 他需要在十个月的过程中 去学习乔治亚 他们那边的语言 然后我就是相信 就是这一定是一个 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 因为像很多台湾人就是学 英文学了很多年 但是还是没办法到 一个非常流利的程度 然后更何况就是 在十个月你要有办法 去跟当地的人去对话 如果要学习这种语言的话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 在短时间内学习不同国家的语言 真的很厉害 这个真的吗 我不太不太能相信 我只有在中华全工作过 所以没有这种的困扰 就如同刚刚在关于外交人员的资质 所提到的那样 难说当地的语言 对于外交和交流上有一大优势 特别是英文不同的国家 能使用当地语言的话 就是更大的优势 实际上有许多不同的语言 有着不同的文字 不同的文法 对日本人或是对台湾人来说 容易学习和不容易学习的语言 都不一样 但我认为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 只要努力不写 不断的用耳听 用嘴说 用手写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的办法 我这样认为 常听说 跟当地人谈恋爱 学习语言会比较快 但我自己没有试过 所以无法保证 如果我跟华人交完 或许我的中文就更好了吧 我认为是对台湾人的语言会比较快 我认为是对台湾人的语言会比较快